二千號二十六號 黃宜文 主席各位委員 我 我是尾端 川內那個中坡南路部分的住家 我曾經 參加這種會已經是第三次了 可是我 所 敘述的意見 並沒有被重視 所以我今天重新 在這裡念一下 第一點 我堅決反對 捷運川內民宅 政府應該多利用 廣執博外院的工地 那麼大工地 多做一個月台 就可以解決 避免製造民願 這是第一點 因為 淡水線的淡水戰 它也是最後一戰 那個最後一戰的它 多做了一個月台 就把那個 那個 背車的車道就解決掉了 所以 所以 我 原來就是建議 多利用廣之博越院的空地 也就是工地 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點呢 就是捷運川內民宅 就是博著私人的財產權 因為 這個 捷運川內以後 在所有權狀上面 會 會 會 注記 你說這個是 是 捷運的川越地 所以將來 如果 要 做都更的話 會 會 受到很多的 捷運的 潛制 所以 這樣 等於 在剝奪私人的財產 這樣 政府的關聯應該是 不太好吧 第三點呢 如果 非川內不可的話 這種 因為我們都是四五十年的 公益 也該要都更 那麼 這個都更 是不是由政府來辦 私人來辦 好像是不太可能 因為 整合的問題 還有 因為下面有 有捷運川內的問題 所以 希望 這種都更 由政府來辦 這是我們的要求 那麼 我 兩三次 這樣發表意見之後 好像沒有受到 捷運籍的重視 那捷運籍呢 那 最初 那個 穿越 穿越民宅的部分 有 四百多幅 那後來 後來有 太多的人 這個反對 那就 改了一點 改了一點 說是 說是 說是應該是說 四塊區域 不是四家 他們跟我講是四家 那我問是哪四家 他們說 不肯說啊 為什麼不肯說呢 他說你早一點知道早一點煩惱 好像說的有道理 說你早一點知道 你早一點煩惱 好像說的有道理 可是 這種 黑箱作業實在是 實在是不好 因為 所以 作為政府的官員 應該要考慮到 人民的 這種 苦衷 如果不 不考慮到這些問題的話 就是 政府的 首長啊 就會被丟邪子啊 那一類的事情 我看 還是要煩情一下 多關心這個 小老百姓的問題 因為 我們小老百姓啊 幾十年的努力 才 才有這麼一個 一個房子 一個財產 那這樣等於 等於無緣無故啊 被剝奪 在 在憲法上也是 說不過去吧 所以我希望 這一 我說的話呢 能受重視 不要因為 到了時候 不只這個丟鞋子啊 有時候會被 不分辨 也有可能啊 所以 請各位啊 要 這個當 當全職啊 要多 多考慮一下 為小民 考慮一下 我說的話就是這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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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